欢迎收看本期的极速点评 各位好 我是小林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对局 就是农兴杯的中韩主将之争 也是万众期待的 深圳序VS科姐 这番棋呢 老师 从头到尾啊 是紧紧的跟着转播 只是出人意料的 这番棋并不是一盘 激烈精彩的对局 而是呈现一面倒 大人打小孩的那种感觉 科姐啊 可以说是脆败到 我真的是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尴尬 这番棋 我的感觉是科姐啊 完全没有在状态上 不知道是不是 呃 因为我压她的关系啦 其实原本这番棋 我是想说科姐 如果赢下此局的话 一战成名 并且呢 一穴前耻 而且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是 去年的今天 刚好就是 龙心杯 他俩的对决 时隔一年 因为我的那个FB动态 有刚好跳出来 很巧很巧耶 原本并不是今天 是因为明玉婷加赛那盘的关系 才又到今天 两人才对决 可以说是 命中注定啦 那去年那盘棋呢 申政序是 击败了科姐 时隔一年 再次击败 科姐 我感觉 两人的差距 是越来越大了 科姐的这个王朝啊 真的有一点 渐行渐远的感觉 可能有人会说 老师 你这个 人家科姐 就输一盘棋 你干嘛要 讲成这个样子呢 我是觉得啦 棋啊 当然是 总有输输隐隐嘛 但是 有些棋是 输得 漂亮的 各位懂意思吗 尤其是 职业棋手的对局 我们很少看到 那种 名为安乐死的 因为顶尖高手 在下棋的时候 都会 刑事判断嘛 如果知道了 自己一方 呃 局面落后 或者是 快要输的时候 那个 奋力 挣扎 那种 我们俗称 疯狗模式 其实是棋友们 最 喜欢看的 但这盘棋呢 我只能说 你想要的 完全没有 就是这样子 平平淡淡 直到终局 然后 大败而归 最后好像是 盘面屏幕吧 所以如果数出来的话 可能是那什么 白棋六目半 或七目半胜的 那种局面 很尴尬啦 那可能有人说 科技的棋 真的很弱吗 真的变烂了吗 其实 说真的 也没有 各位啊 这个 我觉得 真的是 有一点点 冥冥之中啦 大家知道 小生呢 最近对 中国棋手是 二十二连胜嘛 柯杰呢 最近在网路上啊 的这个对局呢 好死不死啊 二十三连胜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从二月七号到昨天 二月二十四号 柯杰的往期 可以说是 一盘都没有输 所以你说他真的很烂吗 状态很差吗 没有啊 没有啊 除了 申真戌以外的人 要赢他 也是 真的不容易啊 结果呢 就来个 死亡交叉 小生赢了这盘 对中国棋手 二十三连胜 当然啦 柯杰的往期连胜 还是在继续啦 因为往期是 非正式比赛啦 只是输了这盘棋之后 感觉前面赢再多 也索然无味 说了这么多 我们就一起来进入 本期的激素点评 来看看棋吧 这盘棋呢 柯杰是黑棋 深圳叙事白棋 行进至此呢 直黑的柯杰啊 在这个中央啊 直接大围了一首 这一首棋看起来是 气势磅礴啦 但是 会下在这么飘逸的位置呢 其实也是有苦衷的啦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的局面 白棋 深圳序 已经把这个 实地啊 该捞的 都捞的差不多了 所以 柯杰呢 这个实控上面 是相对落后许多 而AI 给出的胜率呢 这个 黑棋已经不到 10%了 不过以棋局而言呢 还算 上早啦 毕竟 中复这个 定型呢 还是一个未知数 下一种 深圳序 把棋 掉在了 这个位置 非常明显 我们可以知道 黑棋 简单的为地 是不可能 足以真胜的 所以黑棋 现在 的 作战策略 一定是 透过 把这颗棋 切开 导进 中复 看能不能杀 不能杀的话 也必须 从中呢 获取到一些利益 才能够 足以真胜 所以实战柯杰 是碰在这里 这手棋是正确的 必须切开 白棋 斑 这个斑呢 是深圳序 希望啦 柯杰 把这个交换 虎的交换呢 给下掉 如果交换掉 这两手的话 黑棋一定 接下来是断掉 那白棋呢 就可能会从 中央呢 去做一些藤挪 这个藤挪的下法 其实 非常的多啦 白棋不需要 傻乎乎的就去跑这一棵 比如说 从右边碰一下啊 底下碰一下啊 或者是上方碰一下啊 等等借用 其实 黑棋 不太容易 抓到白棋 并且呢 有了虎跟这个跳 的交换之后 黑棋 以后要为底下的黑空啊 也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 实战柯杰 柯杰是选择 底下 拐弯 断一手 白棋打湿之后 再断的下法 这几手 虽然看起来 比较损目一点 但是呢 我们能感觉到 柯杰 求战 这个欲望强烈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想要 把这一手打掉 做交换 因为现在这个棋啊 白棋是 无法从底下呢 通过的 因为黑棋这个打吃 是一个双轿吃 也就是说呢 黑棋 还是把这个 胜负啊 倒向了 中负 中间的作战 好 实战 小神 碰了一手 这个也是呢 在意料当中的一手棋啊 我在看直播的时候 我大概是看几个台啦 第一个是 唐伟欣野狐的讲解 第二个是 联校在B站的讲解 还有第三个是 台湾棋手啊 这个陈其瑞 在海风棋院的直播 那面对这个碰呢 其实 黑棋当然是不可能在 上方 乖乖长的啦 这个白棋有 打完啊 顺势一冲 的这个经典手筋 甚至是单贴 也是相当容易能够逃跑的 所以呢 黑棋此时最好的下法 就是 先在底下 打一下 把底下的这个白棋 给打中 这个白棋 命令式的 一定是必须要逃中 紧接着 黑棋 再贴一手 揪住白棋啦 这个白棋如果啦 就 因为等一下被打吃就被争死了嘛 所以就一定要逃 逃的话呢 黑棋如果能够多压到这几下 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当黑棋再从上方一长的话 白棋呢 变得是非常的危险 如此呢 这个黑棋是真的有机会 扭转劣势的哦 好那如果白棋不用长 而是改用斑 来就底下两颗 又会是如何呢 此时 黑棋 再回头 打一手 这边白棋是不能长的哦 因为一长完之后 黑棋就整个胡打过去了 你这个冲 黑棋这个段是先手 如此这一图呢 这个白棋会全部死在里面 所以 白棋最好的下法是在这里 反打 黑棋提掉 白棋打 黑棋再结束 走成这个局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白棋已经要逃回家了 不过自身呢 还有蛮多的断点 并且啊 等一下你们跟实战图相比 你就会知道 这个图 黑棋已经好很多了 好那也顺便说一下 就是如果 黑棋打完一贴的话呢 AI是推荐啦 白棋应该是要弃掉底下的两颗 转战破中复 那黑棋也不能够单单吃两颗而已 必须要反搬过来 与这个白棋作战 那如此呢 变成一个复杂的中复对杀 这个谁也都没有成算 对烈士的一方柯杰来说呢 这一图当然是还不错的嘛 但是 我们回到实战 发现柯杰的下一手 竟然是选择 退在里面之后 哇 这个棋 就有点感觉 柯杰的状态不是很好啊 当然他可能是有所考量 觉得中间的战斗不利 但是 无论如何 左边的空是不能够委屈的去围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地方未来碰完之后啊 再一虎口 这是一个超级愉快舒服的关子 黑棋可能是必须粘住 然后白棋这个板粘又一定是先手 你越围啊 左边的空只会越小而已啦 所以此时是不能围的时候 是必须要战斗的时候 但是柯杰呢 错过了第一波 作战的机会 把棋 退在了这 我们看实战 实战 神仁序 扳头 黑棋 长 白棋 虎口 黑棋 打吃之后 白棋 轻松一跳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到 这个白棋好像 蛮轻松就已经把黑棋的空给破掉了 那黑棋呢 底下花了这么多指力 好像也没什么用 一来是这个棋损失蛮多的 你要围底下的边控也是不太容易 二来是就算你这边吃了这个 其实白棋这个戳进去啊 还是能破你不少地盘的 所以实战柯杰呢 在双方碰了一手 声东几西 挡住 虎口 接住之后 回防到 底下打吃 我们可以感觉出来 好像柯杰的作战方针是 他认为 仍然是可以收控的 他对于中复的这一条龙 并没有施加特别大的压力 跟危险 有点 悠悠哉哉的样子哦 但此时的差距其实已经非常巨大了 可能白棋盘面都稍微好一点点了 紧接着 深圳去想说 蛤 这个棋 你挡在这里 让我先下 让我先处理这个 你不杀我是不是 那你不出招 那我就来了 打吃 打吃 寻找 黑棋中复的薄位 紧接着 轻盈的 掉在这个位置 这部棋一看就是一个好棋 会让黑棋觉得 有点麻的感觉 一来是 等一下我这个逃出来 你中复这几颗子棋有危险了 那二来就是 黑棋防守 捕断之后呢 白棋又从上方尖出 就是白棋呢 在处理中复安危的时候 还把黑棋上方的这几颗棋啊 割断 当然我们不是要杀他 而是呢 借力使力 逼你去吃 那我就中复整形 这样子 好所以实在 柯杰呢 把棋 打飞在了这个位置 当看到这首棋的时候呢 大家也感觉到 哎呦 柯杰应该是认为 局面不太好了 是不是想要把 中间的这个白棋啊 给切开来 然后实在呢 柯杰先在右边 打吃了一手 这个打吃呢 白棋是只能够 团在里面补的啊 因为如果接的话呢 这边还有个弯 所以白棋补了一手 那有了这两手交换呢 的意思就是 感觉啦 柯杰可能是想要把 这几颗 给弃掉 因为 黑棋此时的最强手啊 是在中间 顶段 如果啦 白棋 呆呆地挡住的话呢 黑棋一段 白棋中间要加强啊 拐一手 黑棋就尖 那白棋 想要联络的话 刺一个 黑棋就从 上方先尖完一手之后 再放接住 如此一来啊 我们先把这个中间几颗饼干呢 给吃到嘴里 二来是 白棋呢 有点像是 单关连接 如此这一图 黑棋是有 追进了不少 只是 面对这个顶呢 白棋也不是 省油的灯啊 白棋最好的下法是会退 然后黑棋就冲 白棋退 黑棋冲断 那冲断的话呢 这边就有一点点复杂了 就要看说 这个白棋 这个斑啊 到底是能不能斑得到 如果斑得到的话 中间打一打呢 有很多的借用 但也有可能是打不到的 因为这个提完接起来之后 这几颗是可以弃止的 如果黑棋就把头这个长过来 拼搏杀左边这一块 说真的 总是 有点希望的嘛 尤其是这种 龙心杯快棋赛 乱战的局面 总比铺地板 要来的有机会吧 可是 各位 当你实战看到柯杰 下了这一手棋的时候 你是真的会 傻眼的 实战 柯杰 竟然是 选择把棋 贴在了这里 哇 这个 这个 这个棋真的是 毫无战斗意识可言 这个棋只是非常消极的连接而已 我们再看个棋手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会对这盘棋 这么的失望 实战 白棋 贴回 加强自身 黑棋 挡住 白棋 跳一个 压缩 左边的空 白棋 斑 黑棋 小手筋 一挖 挖完之后 白棋就乖乖的 给你切断 但是 先手 拿了一个 空心提 紧接着贴过去 黑棋还要补 中间自身的 贯点 然后白棋 打一手 接起来之后 连这个地方都直接定型掉 接住 黑棋 长 然后白棋 抢到了本局 最后的大厂 底下一拆边 走到这里 我们赫然发现 从白棋 遣销这一手棋 开始 到最后的结果 白棋竟然是 先手 定型 先手作活 而且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棋型 哇 这个不是被杀得很惨 这个是有非常多 木术并且厚薄的 一个小势力 而且 攻击人家 我们知道 杀不掉 就算了 至少拿个先手吧 结果 柯杰竟然 落了一个 严重的后手 被白棋 底下拆边 哇 这个致辞 这棋已经是 大败了 而且 感觉输得 一点脾气都没有 我是还没有看 赛后访谈 他们怎么说 只是我觉得 柯杰这番棋的状态 也未免太差了吧 那当然 换个角度讲 如果柯杰不弱 对 其他棋手 23连胜 那会不会就是 深圳序 他的控场能力 太过强大了 可能柯杰 是跟自己讲说 好 我们先忍一下 等他 出错 等时机 成熟 再打 但是等着等着 机会就 直接流失掉了 所以最后这盘棋 真的是 近年来吧 农心杯主将战 这个最脆败的 一局棋 当然 这边必须 恭喜小生 23连胜 并且 还没完 农心杯 其实还没结束 中国队 拿到了 睽違16年的 垫底名次 那 日本队 看有没有机会 就是拼一下 总冠军 当然 我大聊神 明天要跟小生 一较高下 他看到这盘棋之后 我觉得他自己也是 拆了一旦啊 好不好 我觉得 看完这几盘 可能就是只有 敏玉婷啊 选择的这个 与小生 开局就乱杀 是比较 有点希望的 OK 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这盘棋 你们的看法 并且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觉得 柯杰是不是 真的已经 过气了 或者是 这个时代 已经被终结了 OK 那我是小林老师 我们就下棋再见 各位 拜拜